我们的钢铁侠马斯克一直在找马爸爸 不是,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因为自从在2020年上海金融峰会上 马爸爸高谈论阔的说了很多 关于中国银行的系统的一个弊端以后 他就突然的失声了 然后这个也牵连到了 他的蚂蚁金服准备上市的一个计划 连阿里巴巴也在不久之后就被罚款180多个亿 因为涉嫌到垄断 所以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其实都不知道马云到底去哪里了 因为感觉他的行踪特别的低调 不仅先后的辞去了自己在阿里巴巴的各种职务 回到他的老本行里面 但是最近在澳大利亚末本的街头 他的现身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并且发现他在和一些当地人合影 同时对外先生就是说 我再也不从商了 我要去做一个老师 所以很多人就会好奇 为什么像这种有钱人都会来澳洲呢 那不光是马云 那很多的娱乐明星我就不说了 包括之前的许家印在悉尼买的房子 还有我们的周董 澳洲女婿在黄金海岸买的房子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娱乐明星 很多也都移民了澳洲 那为啥很多人当他们有了一些资产有钱以后呢 就想去移民澳洲呢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很多有钱人来澳洲的一个真实的原因 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告诉你 马云到底有没有澳洲的移民身份呢 以及他可能是通过什么样的签证 拿到的移民身份呢 你好我是罗帅 带你有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有一家专门做高净值人士的这个移民调研的公司呢 叫亨利Global 那他们呢其实有做过一个调研 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去研究统计 每个国家高净值人士的一个净流入或者净流出 那么在2022年呢 当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些高净值人士的流出最多了 因为毕竟这两个国家现在还在交战啊 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这个高净值人士的出逃呢 占到了他们整个国家的高净值人士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当然从绝对值上来讲了 东方某国一直是霸榜前三的啊 那其实在我自己做买家代理之前呢 我再需要是帮一个朋友他的公司去创立他的一个专门的部门 那这个部门呢其实就是专门帮助来澳洲的投资移民 更好的在澳洲去投资去安家去置业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蛮了解的啊 那首先他们来到澳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边的社会稳定啊 其实相对于很多这个有产人士来讲呢 其实对于他们一个社会一个政策的稳定是非常的至关重要的 只有当一个国家能够制定一个稳定的策略的以后呢 这些人才会有信心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去生活去投资 去开展更多的商业的活动 所以很多人呢其实都会选择澳大利亚作为他们的一个终点站 那当然啊现在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新加坡 包括去阿联酋等国家 因为这些地方的税特别低啊 因为澳洲的这个税呢其实特别高 所以这是很多的有钱人在选择澳大利亚的时候 可能会犹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啊因为澳洲的社会稳定啊 你会发现啊来澳洲的高净值人士的数量 其实是比去美国的多很多的 那这里面我重点要说的呢其实就是两个国家的选举制度的不一样 虽然看起来哈好像都是两个岛互相去竞争去拉选票 然后看谁当选 但是澳洲和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澳洲是全民强制性的投票的 那在美国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他不是强制性的投票的 所以呢这个会导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些政党他必须要不停的去宣传自己一个观点 去强化人们的一种情绪去带动这些人去投票 所以你会发现去投票的人一般来讲都是对某一个政党有极端的喜欢 或者是讨厌他才会去投票的 那中间派呢或者是那些温和的中产呢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投票的 因为他觉得谁好像都差不多或者谁都很烂 他真的是不想从这里面去选 但是澳洲就很不一样啊 澳洲是全民强制性的投票的 那如果你是澳洲公民的话呢 每次当你搬家的时候或者当快要选举的时候呢 你就会收到当地的这些政党以及他们的这个参选的议员 去给你发的邮件 而且因为有了强制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以后呢 你会发现澳洲的政党在当他们去拉选票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需要照顾到中间的这些温和的大多数的 因此呢你会发现澳洲政府的他的这个政策的贯彻性还是比较连贯的 因为中间的大多数人他还是比较理性的 虽然平时中间的这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很关心政治 因为很多老百姓只是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嘛 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投票 所以呢他们还是必须要在两党之间呢去做一个选择 因此呢两党在拉选票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的政策都要考虑到中间的大多数 因此呢就不会像美国那样啊 就是这个政党之间呢就是两极分化非常的严重 甚至就形成了一个对立的局面 那像在澳洲很有意思呢就是有个党叫做绿党 那他们的政策呢其实在有些东西看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一直是炫耀它是环保但是呢他们的很多政策呢都非常的过啊 就是很极端的环保 那其实我本身呢也是喜欢环保也提倡环保的 但是呢绿党的很多政策我自己看了以后呢 只能是摇摇头 就感觉他们是非常的极端的去做这个事情 而忽略了很多关于人自己本身的一个底层的经济需求 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经济的稳定性啊 那这个其实不需要多讲了啊很多人来澳洲呢 包括海外的投资人想要在澳洲买方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图得这个地方的经济比较好比较稳定 而且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小知识啊 就是澳洲在疫情之前呢连续20年是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里面 GDP保持20年连续增长的国家 也许你会说啊中国不是一直在增长啊 对没问题中国一直在增长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 但是在发达国家里面 只有澳大利亚保持了20年不断的增长 那当然过去两年的疫情呢也是短暂的打破了这个神话 但是呢这个现在目前看起来 GDP的增长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而且目前澳洲呢是非常的缺人工 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其实都招不到人 而大部分的老百姓的财富呢其实都是蛮不错的 这会导致了除了高性质人士以外的很多中产家庭 也会选择来澳洲安家落户 因为在这边呢他还是比较有前途 挣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去享受他的生活的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关于生活质量 如果你是来自于某一个大城市的话呢 你肯定会觉得澳洲这个地方太落后了 对吧你肯定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在几年前呢 我有一次和我的舅舅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潜水 在澳大利亚 那当时呢我们去了一个小镇上 但是因为潜水的时候不小心啊 我的舅舅的那个眼睛呢就感染了 在游泳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疼 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赶紧去当地的一个医院 然后我舅舅当时就特别慌啊 因为你想想啊就是眼睛这个东西啊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因为不像其他地方还能恢复 眼睛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所以当时我们特别的紧张 然后呢我们就去找当地的这个诊所医院 然后很快呢 其实我们就被安排到了当地的一个医院 去进行治疗 然后做了消炎处理 所以最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呢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特别感慨啊 就是在很远的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镇呢 他们的医疗设备 他们的这个购物中心 以及他们的道路 其实和大城市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不感觉你是在一个乡村 所以在澳洲呢 不管你是生活在一个大城市 你还是生活在一个乡镇小城市 其实你的生活质量 其实都差不多的会非常的好 而且在澳洲呢 你就算你很有钱 你吃的也不过就是在Cost World Wars 买到的这些瓜果生鲜而已 那顶多呢 你就是吃一个有机食物 但是其实在澳洲呢 谁也都吃得起 没有所谓的特供啊 那第四个呢 就是关于安全了 那当然很多人 尤其是留学生呢 有时候也会吐槽啊 在澳洲的某些地方并不是很安全 但是你要知道啊 澳洲其实已经进枪很多年了 因为就在20多年前啊 在澳洲的1996年的那一年 我印象中 在塔州的一个地方 发生了一次大屠杀 其实呢也就是有一个人 拿着自动步枪去扫射了很多无故的人 导致了30多个人死亡 那自从那以后呢 澳洲政府就决定非常严格的进枪 所有的枪必须要登记 并且你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才能去持枪 所以其实澳洲还是可以去持枪的 但是你必须要用它 如果说你平时不用它 你只想呢考核持枪证 或者想要用一把枪的话 那这个对不起 不可以的 你要么呢就是把你的枪 放在你的专门的一个设计俱乐部 放在你的靶场 要么呢你就必须要有个 非常的安全的地方去放置这个枪 所以自从那以后呢 澳洲几乎很少会出现任何的枪计案 那当然这个偶尔还是会出现啊 但是这个的几率的几乎非常非常的小 那相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 那么几乎这个可以不值一提了 所以你说澳洲绝对安全吗 那当然也不是 我相信所有的国家都会有黑暗的角落 都会有犯罪的地方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呢 你其实感觉到澳洲呢 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的 然后第五个呢 当然就是移民政策了 就是澳洲这个地方呢 还是比较欢迎高净值人士来澳洲投资 或者创办企业 这样的话呢给澳洲带来更多的经济的活力 所以我之前的一份工作呢 就是帮很多的投资移民去开展生意 去了解这边的一些投资项目 那当然更多的是在地产开发 还有购买生意这一块了 那很多的投资移民呢 也说他们其实当时是有做比较的 包括就是新加坡呀 或者说欧洲的某些国家 还有美国等等的 但最终还是觉得澳洲这个地方的移民政策 还是比较宽容的 同时在长期来讲呢 他的资产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护 并且也没有遗产税 那说到移民这个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马云了 其实当时我在帮我的朋友去做他的移民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 因为马云本身呢 他其实和澳洲的这个莫莉的家庭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连接啊 因为当时也是等于说遇到了这个贵人在杭州的时候呢 遇到了莫莉一家去杭州旅行 所以呢才认识他们 甚至莫莉当时呢也把他马云带到了澳洲 让他感受澳洲的这个大学里面的情况 以及感受这个西方的外面的一个世界 所以马云后来是有了很强的一个vision 所以马云后来是对这个外面的世界了解以后呢 才会去创办阿里巴巴 那当然等他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忘了莫莉的家人 所以在大约2017年的时候呢 马云就又重新来到了澳洲 那那个时候呢 他又重新拜访了二三十年前 莫莉带他去的那个纽卡索大学 并且在这个大学里面呢 设立了马莫莉基金 就是以马云和莫莉的姓氏来命名的 那当然这个基金呢是属于一种慈善的活动 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频道去宣布啊 高调的宣布马云为这个大学捐助一个基金项目 去赞助更多的学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啊 就是现在已经关闭了 但是当时呢 还是可以申请的一种投资移民签证 叫做188D 那如果你身边有投资移民的小伙伴呢 也许你是听过188的签证的 包括之前可能还有132的签证 那大部分的小伙伴呢 也许会听过188ABC三类 那尤其是188C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土豪签证啊 因为这个呢 是直接需要投资500万到澳洲的一些机构 或者投资到他们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公司里面 但实际上啊 还有一个188D签证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加强版的土豪签证啊 这个呢 是需要投资1500万 所以对于很多投资移民的人来讲 他们不可能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签证 但是啊 这个188D签证和188C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188C呢 你是必须要投在澳洲的一些初创公司 股票 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里面 但是188D和188C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188D这个投资呢 不一定是要你去投资开展一个生意 或者投资到某些公司 你是可以捐款给一个慈善项目的 所以当时很有可能的 就是当马云建立了这个马摩利基金以后呢 他就有资格去申请188D签证了 而且这个签证呢 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啊 很快呢 你就可以转到永居签证了 所以即使马云不需要经常的来澳洲 但是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签证的 那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小道消息 说马云他在澳洲也买了房子 在莫本呢 也买了一大层的这个大平层 那当然这个我就不知道真伪了 但是我相信即使他买的话呢 很多人也不会知道他是用什么名义来买的 因为在架构这一块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用自己的名义去购买了 那不管怎么样啊 澳洲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移民来讲 尤其是很多华人移民来讲的都是一个值得长期的去居住 去生活以及去实现自己更多梦想的一个地方 你当时为什么会来澳洲呢 你喜欢澳洲的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正在买房或者考虑买房的话呢 也千万不要忘了下载我为你准备的这个买房清单 让你在买房的时候呢 少走弯路不踩坑 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啊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和财富投资的精彩话题了 还有记得点个赞啊 当你点了赞以后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和你类似的人看到这个视频 那这样的话呢 我也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罗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